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11月期指是先拉后压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开盘开在168.79 早盘的低点在168.70 随即往上拉了几点 拉了170几点 拉了177点 177点之后再往下灌杀234点 形成了两段很大的行情 第一段行情177点 第二段行情234点 整个当中区间也刚好是234点 那在这两段行情里面 要怎么样才能够把行情变成钞票呢 当然你要看得懂盘 首先你必须要看得懂今天早上开盘之后 他有可能往上冲 然后来到这个高点地区 你还必须要能够抓到这个高点转折 然后去做一个空单往下 来继续这样做第二段行情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顺利的把今天的两段行情变成钞票 那问题是到底可以从哪些 技术现行来观察说 今天的行情会先上而后下呢 我想这个地方我要先跟大家做一个说明跟分享 很多投资者对于今天的行情 为什么会先拉后压 一定感到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行情今天会这样子走呢 好那我们就很简单的来看一下技术现行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日线图 这个日线图我讲过 如果投资朋友你要研判目前的一个多空趋势的话 你一定要注意一条线 这条线叫什么 五日均线 对不对 我有讲过嘛 好那现在五日均线它已经往上扬了 为什么往上扬 因为最近行情都在涨 所以这个五日均线已经开始呈现一个 往上扬的一个走势 那上扬的走势没关系 我们要注意K棒 K棒到底是在五日均线的上方还是下方 如果它仍然在五日均线上方的话 那当然它就是在多头趋势 万一不小心掉到五日均线底下的话 那就要偏空思考 好所以我们先来判断第一个方向 五日均线今天果然还是在上方 所以这是属于多方控盘 各位今天开盘的时候日线 一直到收盘 其实我都有在看 当然这个收盘的时候 这个K棒不是长这样 今天收盘的时候 是留下了一根很长的上引线 是一个黑K棒 那为什么会留上引线 这个上引线 基本上代表说 今天拉高之后 它在压回 所以它才会出现这样一个上引线 那这个上引线要注意 它是属于一个变盘K线 那变盘K线的后势 就值得我们注意 如果后势都是出现线K棒的话 那就会出现一段多头的走势 那如果在变盘K线的后面 都是出现黑K棒的话 那就会形成一个空方的这样趋势盘 所以在这里今天出现这样一个变盘K线 后势要非常的注意 到底是要往上还是往下走 那当然五日均线就是一个多空的 一个这样分水岭 如果在五日均线以上的话 那多头就有机会继续攻 万一它跌破了五日均线 这个地方空头就有可能扳回一层 这地方特别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那今天既然在五日均线以上 所以它是属于多方控盘 所以今天早盘当然是有机会再攻一波 那问题早盘为什么会攻呢 来我们继续来看到 其实在昨天 五日均线跟这个月线 已经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主要原因是因为五日均线它往上扬 然后刚好碰到这个月线 那形成了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那这个黄金交叉基本上 对多方的攻击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今天早盘其实气势还蛮强的 它会往上攻的原因 我认为在细数现行上 也跟这个黄金交叉有一点连带关系 那当然现在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来到了今天这个地方 刚刚好又卡在哪里 卡在这条线 这条线叫什么 叫做季线 季线的反压 还有前波的向下跳空缺口 这个地方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消化 所以今天尾盘为什么会往下压 因为来到了季线的反压 以及前波向下跳空缺口的压力 那当然会有一些卖压出现 那这个卖压我也跟大家解释过 卖压有两种形态 一个叫什么 获利卖压 一个叫什么 解套卖压 如果说之前在这个跳空缺口 有去做多的投资朋友 他一直都没有认赔的话 我认为他很有可能在今天 会做一个货利 不能说货利 就是解套的一个 解套出场的一个动作 所以在今天会有人 在这个地方解套了 他很高兴 他把手头上的多单 给他平仓掉 然后再来观察后续要怎么布局 那当然也有人 在这个第一栏地区做多 来到今天他觉得够了 又看到这个季线反压 以及前波的向下跳空缺口 所以在这地方 他也做了一个很开心的 停利出场的动作 因此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报告过 季线的反压跟前波向下跳空缺口 他必须要等待消耗完毕之后 他才有机会再供一波 因此今天往下刹的那段行情 我个人认为是在消化季线的反压 还有前波向下跳空缺口的 这个卖压 他是在消化这个卖压 那消化完毕之后 我认为只要在五日均线以上的话 他还是有机会再往前高继续迈进 所以这个地方目前来看是乐观看待的 我不会说因为他这尾盘杀下来就告诉你 这行情结束了完蛋了 不是这样的 不能这样看 我们要看盘的要看宏观一点 就从五日均线来判断这个趋势 我认为是蛮客观的 好这是日线的角度 再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一分中线 为什么早盘会拉 我们接着来看一分中线 一分中线在今天 其实他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征兆 告诉我们早盘他是会往上攻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昨天 昨天其实在尾盘10月20日的时候 30分钟的均线 以及10分钟的均线 已经在昨天尾盘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黄金交叉 出现黄金交叉之后 今天开盘之后 一直到今天的最高点 1704期之前 这个黄金交叉一直都没有被破坏 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30分钟均线跟10分钟均线 如果你有现行图的话 你就会看到 果然真的如同杰帅所说的 黄金交叉一直持续到1704期 往下压的时候 它才出现一个所谓的死亡交叉 所以今天如果你用30分钟均线跟10分钟均线的话 你今天早上你是绝对不可能做空的 你会做多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放空 到这个1704期 往下压的时候 当30分钟均线跟10分钟均线 出现一个所谓死亡交叉的时候 那个地方才可以真正的进场 去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所以说基本上 如果说你身边没有什么 这个操盘工具或操盘软体的话 我认为 你可以运用30分钟均线 以及10分钟均线 这两条线的一个死亡交叉 或黄金交叉 来判断这个多方趋势或空方趋势 当出现黄金交叉的时候 你基本上就可以偏多操作 而出现死亡交叉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偏空操作 以这样的判断的话 基本上是不会差太多的 好 那既然在昨天尾盘 30分钟均线跟10分钟均线 已经出现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今天基本上 这个开盘虽然开低 但是局这个主控权还是在多方 而且今天开低之后 它出现了两次 连续三根以上的红K棒 这代表说多方要抢弓的气图心 非常的明显 所以今天早上基本上 开低之后 就可以偏多来做一个操作的动作 好 这是以上今天早盘的一个说明 早盘为什么会冲 以及到1704金 为什么会往下压的原因 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我讲过 如果说你能够看懂这个技术线型的话 基本上你的胜率一定能够提高 那这些技术线型的一些资料 我也讲过 你只要愿意加入结帅的light 其实你都不用花任何钱 然后你也不用做任何的事 你只要加入结帅的light 我头顶上有一个light的一个QR code 你只要加入结帅的light 你跟结帅成为好朋友之后 基本上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结帅每天早上 就会把这两份资料准备好之后 免费的跟你做一个分享 让你来看懂大盘的方向 我想这个对各位的操作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有很多做期货做选择 选择好朋友 为什么喜欢加结帅的light 因为他们每天早上 什么事都可以不用做 然后就会得到结帅的这两份 很珍贵的一个这样技术分析的教学资料 而且藉由这份技术教学资料 你们会更清楚的知道 结帅是怎么看盘的 而且除了技术教学分析资料之外 我还会跟你们分享 我们今天的一个齐全实战操作 的一个怎么讲 动作还有技巧 那这些都是不需要钱的 就像今天既然早上可以做多 我也告诉你原因之后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实战操作 我们到底有没有跟 我们的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所做的方向是一样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到 既然今天早上只能做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开盘之后 到底结帅有没有带领会员朋友做多 各位直接看到9.01分 这个在现货开盘之后 其实结帅就带领我们会员 市价做多 好我们直接看一下完整的简讯 11月期指目前的报价 在16908附近 收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我们市价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子 那当然这个地方早上 它基本上 在整理过程当中 这一笔单一定是能够 百分之百穿价成交 好各位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们的现行告诉我们做多 所以结帅现行怎么说 结帅就怎么做 我们是不是真的带会员做多 没有错吧 那这个做多完毕做 但是我们都晓得 我们的碳级当中指标 今天基本上早上开盘没多久 也是同步做多 所以我再讲一遍 如果说你没有我的简讯 但是你有这一套大碳级的 碳级当中指标 基本上你也知道要做多 所以说今天不管是使用软体 或者是跟着我简讯操作的 这个会员朋友 都是在找盘做多 各位很清楚看到 这个有个做多讯到 那做多完毕之后 各位行情是不是冲到这个地方 才出现一个所谓的多单田地提醒 那这里是不是很接近这个17047 没错吧 来到这个地方出现停地提醒 是不是就可以把多单 顺利的获利了结 做一趟出清的一个动作 没错吧 好 那这个地方停地了结 问题是我们的会员 要怎么知道这个点位是在哪里 不用猜 不用紧张 如果你有大碳级期货系统的话 基本上他会把这个点位算出来 那这个点位算出来是多少 压力点 各位你看得很清楚 天线压力叫做17033 各位这个压力点为什么要把它出掉 因为我们的碳级当中指标 来到了这个位置附近之后 他也出现一个所谓的 多单田地提醒的一个讯号 各位刚刚看得很清楚 我就在这里 这里是多单田地提醒的讯号 所以来到这个地方 多单一定要把它出掉 出掉之后 你就可以赚这一趟价差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趟价差到底可以赚几点呢 很简单 16908我们是不是做多 来到17033是不是把它出掉 除掉之后可以赚几点 250点 一口单赚125点 两口单赚250点 那当然如果你有大碳级期货系统 你今天会在这个 停力提醒这个地方 去做一趟空单 17033 做完空单之后 来各位 行情最后是来到多少 16813 好 那11点32分的时候 我就提醒我们的会员 所有软体的操作点位 我们一律子操作当中 完全不要流仓 只要没有打到50点的停损 我们全部收盘价 给它出清 明天再操作 好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早上是不是应该要做多 没错吧 做多上去是不是250点 那接着高档地区 是不是可以放空 可以 因为出现的是一个 所谓的多单停力提醒 当然可以放空 放空下来的时候 再跌几点 440点 所以这两笔交易轻轻松松 今天就拿下几点 690点 各位690点 基本上 已经超过10万块了 500点就超过10万块 因为大台值1点是200块 所以基本上在这地方今天是做两趟 你是可以赚得很轻松又愉快 好那当然小资族怎么做 小资族很简单 既然没办法做大台 我们就来看选择权的操作 很多这个小资族的投资朋友 我讲过了 私金可能只剩下10几万的 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样东山再起 反败为胜 我讲过了 如果大台你做不起的话 没关系 我们还有选择权可以带你来操作 好那今天选择权该怎么做 选择权当然就是买进买全 为什么 因为早上在 早上在怎么样 在涨 在走多头行情 所以今天早上 我们既然台子期做多 那选择权当然也是买进买全 那今天的买全 我们直接看一下今天的实战动作 来9点02分 10月第四周选择权 17050的买全 报价在75点附近 我告诉会员朋友 收到讯息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试价至少买进20口 请注意我们的选择权会员 其实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小资族 那这些小资族 他们口袋里面 可能大概只剩下十几万的操盘资金 那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 东山再起反败为胜呢 我讲过了 如果你跟着我来做选择权 基本上今天的交易用不到10万块 只要拿出75000块 你就可以买进17050的买全 而且你可以买几口 可以买到20口 那买完20口之后 我们都知道这个行情 10点18分最高来到哪里 124点 如果你买在75点 今天最高充到124点 这中间有没有价差可以赚 这当然有价差可以赚啊 好 那今天结算是告诉会员在哪里出场 我们直接看一下9点05分的简讯 选择权当冲班会员今天进场 10月第四周选择权 17050的买全 75点的部位 我们因为做当冲 所以我们不续报到收盘 挂105点就给他出掉 好 那当然这个最高来到哪里 124 10.18分 我在9点05分的时候 就告诉会员 挂105点出场 所以这个是保证 一定出得掉 好 那所以17050的买全 今天105点把它出掉之后 我们来算一下 今天到底可以赚多少钱 首先我们今天是买在75点 买20口 没错吧 105点出场20口 对不对 那所以你的7万5千块 在今天就可以变成10万5千 当你的7万5千块 变成10万5千的时候 你的口袋就多了3万块出来 各位 这个3万块等于大台指几点 各位换算一下 等于大台指的150点 150点 150点 不错吧 今天早上的那段空间 上涨的空间有几点 177点 最低叫做16970 最高叫17 最低叫16870 最高叫做多少 17047 这中间的距离有177点 你用一笔选择权的交易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拿下150点 所以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一个 以小博大 很棒的一个操作策略 这边提供给所有的小资族的投资朋友做一个参考 好的 讲完期货跟选择权的操作之后 当然投资朋友一定问说 老师啊 那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式 可以让我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做的指标 当然有啊 我再讲一遍 我们每天要跟大家推 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大碳级期货系统 对不对 那大碳级期货系统 我再讲一遍 如果你真的是属于非常忙碌 没有时间来看这个现行 没有时间学这个技术分析的投资朋友的话 我认为你可以看一个指标 叫做大碳级期货系统里面的碳级当中指标 这个碳级当中指标 我是把技术分析的逻辑写在这个指标里面 然后把它用程式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那当然程式里面它一定会有讯号 这个讯号就代表技术分析判定 可以做多或放空的一个指令 那当然我们的碳级当中指标强调的是什么 清除简单容易上手 所以基本上这个指标只有一个 那为什么我强调这是一个单一指标 因为我认为会赚钱的指标 真的一个就够用了 我们不需要太多个 太多个反而让会员不知道该怎么选 那我们也不希望造成会员的困扰 基本上很多投资朋友过去买很多套软体 你们之所以没办法赚钱的原因 就是因为所有的软体 它都会提供你很多指标 那在这么多指标里面 你必须要自己去选 必须要自己去判断 你自己去选 你自己去判断 就有可能选择错误 判断错误 所以在这地方你反而赚不到钱 那我们的系统是已经把指标做好了 只有给你一个指标 让你不需要选 让你不需要拆 你就可以很简单的 从这个单一指标里面去判断 多空方向 然后操作赚钱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 我们要会员真正的赚钱 并不是为了做生意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单一指标 它是三分钟指标 你不会有任何的选择的困扰 那日盘夜盘你都可以操作 你就不会错过日盘跟夜盘的行情 最重要是这套指标 它清楚简单容易上口 我认为基本上 你只要看我节目的人 你都知道该怎么做 好 那做法有两种 我们每天讲的都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做法就是两种 先讲第一种做法 跟着探极箭头来进场 好 探极箭头所代表的意思 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这个当你看到 红色箭头向上的时候 代表多单要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的时候 代表你的空单要直接进场 什么时候要出场呢 当你看到了停地提醒的时候 基本上就可以出场 另外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从下个礼拜开始 我们这套系统的声音提醒功能 就已经确定可以上线了 下礼拜一开始 声音提醒的功能 已经出现了 所谓的声音提醒就是 当它出现了 买进讯号 箭头向上的时候 它会出现 声音提醒的功能 那如果说出现 这个绿色箭头向下 一样也会出现了 一个所谓的声音 来提醒你进场 那这个 不管是箭头向上 或箭头向下 这个进场的声音 它是一样的 你只要听到声音 就知道 现在这个声音代表要进场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到底要做多还是放空 基本上如果没事的时候 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 听到这个手机在响了 有进场的讯号 有进场的声音的时候 基本上你再去看手机就可以了 好 那什么时候呢 要做出场呢 很简单 我们的停力提醒 也会有个声音提醒 当你听到这个停力提醒的声音的时候 赶快就要看一下手机 现在要停力了 你就赶快停力掉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的话 基本上这个 系统的功能又更强化了 从下礼拜一开始 就会正式上线 声音提醒的功能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个探紧箭头呢 从昨天的夜盘 到今天的日盘 所有的交易信号 我们全部做个揭露 各位 昨天的夜盘 只有出现一个 向上做多的一个讯号 但是昨天的夜盘 因为行情太小 所以它并没有 所谓的声音提醒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基本上如果遇到 这种情况的话 第一个 你可以在收盘的时候 把它平掉 第二个 你可以流仓 像这个昨天的多单 并没有出现所谓的 庭力提醒 那如果你比较保守的话 你可以在夜盘 尾盘的时候 把它给平仓掉 等今天日盘再来做 那因为没有什么行情 所以基本上 也不会有什么赚赔 但是如果你流仓的话 你今天会赚很大 为什么呢 如果在昨天你做这笔多单 你流仓的话 今天早上看到 第一个交易信号又是做多 你可以做什么事 可以再加 所以昨天做多 今天再做多 基本上这两笔多单 来到这个庭力提醒的时候 其中的一笔多单 你可以赚95点 今天的这笔多单 你可以赚多少 104点 这两笔多单 加起来就将近200点 所以基本上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在夜盘看到 这个所谓的进场的讯号 到收盘没有庭力提醒的话 你可以做流仓 或者是在尾盘自行平仓掉 基本上自行平仓掉 也不会有什么输赢 因为他没有庭力提醒 基本上代表行情没有很大 你可能小赚 或者是没什么赚赔 就给他平仓掉 那如果说 你有流仓的习惯的话 或者是你想要再赚更大的话 赚更多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做一个隔日冲的动作 也就是说做一个所谓的流仓 那看到今天呢 又出现一个进场 做多的一个讯号的时候 这个多单就要爆住 一直到什么时候出场 看到停力提醒的时候再出场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了 今天尾盘还有出现一个放空讯号 尾盘这段放空讯号 基本上还是可以小赚25点 所以昨天晚上到今天 总共有三个交易讯号 做三趟对三趟 全部都赚钱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 就是跟着探极星星进场 什么叫探极星星呢 就是停力提醒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提醒的时候 代表说它已经涨很多了 涨很多当然不要做多 这时候要干嘛 进场去放空 当你看到空单停力提醒的时候 代表它已经跌很深了 跌很深的时候 代表不要再追空了 这时候要干嘛 进场去做多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唯一的停力提醒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昨天没有停力提醒 今天是不是有一个停力提醒 在这个高档地区 那这是什么停力提醒 多单停力提醒 多单停力提醒 如果你进场去做一个放空到收盘 不得了了 有两百零六点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又大干一票 所以今天做多上去 你也可以赚 放空下来你也可以赚 这一趟上去 刚刚讲过了 104点 这一趟跌下来 206点 把两笔交易加起来 叫300多少 14点 所以今天是可以多轟双向 大干一票 如果你懂得 运用大碳级期货系统的 讯号跟功能的话 今天做多上去也是钞票 放空下来也是钞票 所以在这里 特别恭喜 我们大碳级期货系统的用户 今天多轟双向 大获全胜 好 讲到这地方 基本上我相信有很多投资朋友 对我们这套系统一定是充满的兴趣 所以在今天 我们要举办一个很有趣的活动 什么很有趣的活动 我要让大家来试用 全面开放 全面开放 你只要愿意打电话进来 我们全面开放 开放什么 短期试用一个月 我让你试一个月 直接让你试一个月 不管你是想要使用 我们的大碳级期货系统 或者是想要看我的抠讯 期指当通简讯 或者是选择权当通简讯 我们全面开放 一个月短期试用 所以想要试用的好朋友 基本上今天就可以把电话拨通 今天电话一定会很多 因为大家都想要来试看看 而且这个短期试用 是一个月的时间 各位 你们如果想体验的话 我们的这个操作的一个专业的话 利用这个0800370888 直接来电咨询 如果说想要取得 我们的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免费取的话 记得拿出手机 扫描影片中 我的头顶上方有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 ID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帅LINE 直接来索取 这个免费的技术分析教学资料 如果想要试用 我再讲一遍 这个电话今天一定会满线 0800370888打进来 你就可以试用 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那当然影片看完之后 不要忘了 按赞订阅分享 这三件事情 一定要帮结帅做一下 支持一下结帅 那如何按赞订阅分享 简单跟大家再做最后的说明 这是影片的画面 左下角有按赞的符号 现在就可以动动你的手指头 直接点个赞 点下去就可以了 点下去就是完成按赞的动作 就等于给结帅一个精神的鼓励 结帅会很感激你们 好那如果订阅呢 右下角有个订阅小铃铛 点下去之后 你就可以订阅成功 订阅成功之后 每天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结帅的直播节目 身边有亲朋好友 在做期货选择权的 可以利用这个分享的功能键 把结帅的直播节目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跟你一样 也能够来学功夫 学技巧 然后大家一起做会大探集 那不要忘了 这件事情很重要 全面开放短期 适用一个月 0800370888 电话卡通 你就可以来适用一个月了 欢迎投资朋友 踊跃来适用 也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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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